那今晃怎麼看沒有母雞找母鴨可以嗎 可不可以我不知道 但這很明顯就是一個併發症跟後遺症 那為什麼說它是併發症跟後遺症 因為本來在柯文哲方面的規劃裡面 就是希望有一隻母雞 但那隻母雞呢柯文哲自己又不想當 因為他認為說他自己下去選 那其實勝選的機會其實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把重點放在2024 而不是2020這一局 好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的台灣民眾黨需要有能量 那有能量然後把他的選票做到極大化 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就很需要一隻母雞 這也就是郭台銘跟柯文哲合作的基礎 但是現在郭台銘不選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你又發現就是說 柯文哲就要考慮就是說 那有沒有一隻母雞嘛 那那隻母雞能夠帶得動台灣民眾黨的選情啊 那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說呢 如果他要自己跳下去當那隻母雞的話 對不起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你會發現對於他來說 只剩下親民黨的那張門票可以用 連署這件事情呢 這個是不用想了 可是問題在於說 這個親民黨那張門票有這麼簡單給他用嗎 你想想看現在柯文哲是自己有個黨叫台灣民眾黨 要在什麼樣的潛意之下 才會讓親民黨運把那個門票給他用 這個難度就很高嘛 人家已經拒絕了 人家說那個門票是不外賣的 對所以現在就卡了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就是 母雞走了要找母鴨 那這母鴨是什麼 他已經其實已經象徵告訴你 這個母鴨就不是一個總統候選人的角度嘛 那所以這個母鴨對他來說呢 到底是什麼他不知道 但肯定的是這個母鴨是要一個 可以帶動選情的工具 或是柯文哲自己講的一個原子彈走了 你只好再想一個新的原子彈出來 但那個新的原子彈 他還沒有研發出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才又出現了一個柯昌配的想像 那這個柯昌配對於柯文哲來說呢 能不能發生 我覺得難度是很高 因為其實兩邊的想法 跟根本的價值也不一樣 所以對於這個台灣民眾黨 跟對時代力量來講 柯昌配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什麼樣的題材 做新聞 做報導 媒體能見度的題材 但是他真的要成形難度很高 只是在這個時間點 你也看到什麼呢 你也看到了 在於這個時代力量跟黃國昌方面 他竟然提到了什麼 提到了 到了重開機時刻 重開機三個字 你第一個想到就是 柯文哲的之前 幫郭台銘說想出來的 這個競選slogan就叫做 台灣重開機嘛 在這個時間點 當黃國昌又丟 也丟出了重開機時刻之後呢 兩個搭在一起 看起來柯昌配 儼然成形 但是問題我們剛剛已經談到了 他的根本價值就是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面呢 柯昌配可以是一個題材 但是怎麼樣呢 他很難成為一個具體的出來選 尤其是什麼呢 如果這兩邊要選 連署這件事就不會發生嘛 那難道要用柯昌配 去跟清明黨借那張門票嗎 可是我比較在意 也就是說 其實柯P 你會不會覺得 在郭台銘不選之後 感覺動作平平 而且搞了這些了 老實說對他是加分還是減分呢 從他的言堂當中 酸總統是弄什麼 母雞走了找母鴨 慶猜公共 是那種這麼的輕率的這種態度 能夠讓民眾能夠說服嗎 能夠信服他是當總統嗎 他現在的做法 就是在做他自己 所要形作出來的母鴨 什麼叫母鴨呢 這個母鴨就叫做媒體能見度 因為如果當今天 台灣民眾黨 連媒體能見度都不見的時候呢 那不但是母雞走了 連母鴨都沒有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 創造出這隻母鴨出來 他把他媒體能見度要聚集起來 因為之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當郭柯在談合作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柯文哲讓自己扮演 炮手的角色 然後媒體的很多討論的聚焦點 是在郭台銘身上 可是現在郭台銘董事長 如果不選了 那現在柯文哲自己 是不是要把媒體能見度拿回來 他不拿回來 他的台灣民眾黨的選舉 選情就很難讓他熱起來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你剛剛提到四個字叫 動作平平 這個動作平平呢 其實就是為了要讓 他的台灣民眾黨可以怎麼樣 可以聚焦把美光燈把它引進來 尤其是這個時間點呢 剛好是台灣民眾黨 準備要公佈自己的區域立委 跟部分區名單的這個時機點 那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美光燈沒有重新回來的話 誰會去在意到 台灣民眾黨的區域立委 美光燈是很重要 重點是他的方式跟手法 讓人覺得非常的輕率 對 因為他現在是個黨主席了 感覺像說話 親差公共耶 用這種方式 我就說對他是加分嗎 還是恐怕是嚴重的減分 對他來說現在加分跟減分這件事情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會認為這是減分 他都不在意 可是問題是 可是問題是他這個時間 一定是先搶聲量優先 因為如果連聲量都沒有 更不會有人注意到他 而且當他成立政黨之後 也可以幾乎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回歸民進黨 國民黨的回歸國民黨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是要稱出自己的支持者 所以相對他之前 臉書在調戰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現在其實某種程度呢 也是要鞏固自己的鐵粉 那這個鐵粉才會變成 他台灣民眾黨支持的基礎 所以他這個時間點呢 加分減分 這個事情呢 不是他最主要的考量 他現在是要先把他的媒體 能見度先撐起來 撐起來之後 後面的這些立委跟 不管是區域或部分區 你才有機會注意到他 所以他這個情況呢 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至少在他的這些立委選情呢 有一定的熱度之前 他還會這樣做 OK 好